打亡者8年 同一次见那么残暴的玩家 这把阿兴他到的 是这个名字眼熟中又带点加烈的阿柯 不过跟他的玩法比起来 那都是九牛一毛 你根本想象不到 4秒6阿哥居然这么恐怖 很尴尬 手机微号给我打出来了 养的最残暴的还是这波 我们5个人接近满状态 结果他一个EX千年杀 太奶家都给他杀冒烟了 打完这把我感觉很不对劲 尤其是内营去试一下 不行 开把实战压压惊 果然很快我就发现了 这阿哥说也还真有点说法 刀刀捅在菊花上 1分13秒出野区老得进了 不一会镜头一转 我看到常威在打来福 心想那怎么行 略处可是不对的 于是打算把来福赶跑 没想到还有个意外收获 诶 这一技能还能隔三打牛呢 做了无忌拿柯 跟没做无忌拿柯 差距足足有一把无忌那么大 这波本来只想稍咬一下 没想到江梁这个愣头青主缘真上了 就在我准备放锁一波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注意后面还有个吉他怪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记了 这回血蔡文姬看来都得摇头 这时候八分多钟打野刀就满了 于是我很好奇 现在的红刀阿哥 打龙到底有多坏 6秒钟试验真的吗 就在我以为这阿哥也就只能要脆皮 的时候 接下来直接让我的老脸起茧 这1200物抗的白起怎么跟豆腐死了 然而越玩到后期我就感觉越不对劲 这阿哥一技能居然是普攻伤害 可以同时触发中施和破空被动 就像这样 好家伙 这般用马可一秒脚枪 没有人性的 还没玩 注意看这钢琼传起出来的倒霉举止